台灣現在不但股票上萬點一直維持 而且台商及外資投資台灣都增加很快 現在就要近3000億了 我們覺得大家一起努力 不但可以大為減稅 而且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尤其在中美貿易大戰的這個時候 我們戰戰兢兢 希望台灣能夠度過各種困難 希望大家一起讓台灣更好 總統領導國家 那我帶著行政團隊非常的努力 有一些過去還沒有做好的地方 我們會把它調整過來 我非常注重效率 希望各方面的效率都能夠提升做出來 我相信人民就會看到 在政府各方面努力 從這個月報稅 你就可以看到你減稅很多 甚至於可以不用再繳稅 同時我們還要推出很多福果利民的政策 都希望大家支持 我最要感謝這些立法委員創造了三營 第一就是讓守了等了一輩子的同性戀人 終於有法律依據可以結婚登記 而且遵守 尊重公投的結果 公投說不能修明法 現在明法一個字都沒有修 還是夫一妻一男一女 同時也遵守 尊重公投的結果 說應該訂定專法來保護同性戀者 這一點也都做到了 而且是在大法官要求最慢 5月24號以前 我們真的就在5月24號前的一個禮拜 把它通過立法了 這非常不簡單 怪不得我們看到全世界的主要媒體 都大幅在第一時間大幅報導 同時像英國的外相 美國總統候選人Fanny Sanders 也特別都推文表示 祝福也對台灣大家都廣目相看 我相信是創造了三營 祝福大家 謝謝 繼續衝 繼續拚 國家繼續向前進 我相信你